好,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它可以按按钮 然后你的小猫会知道说 你到底有没有按按钮 那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按按钮 小猫就大肚子 大肚子就是外观这边 这边有特效 这边有特效 然后那个大肚子就是鱼眼 那我们直接把特效设定为 鱼眼 然后100就是 就是大肚子的程度 那如果没有按的话 我们就让它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的就是0 就是它的特效程度如果是0 就是正常的体态 那如果100的话 就是大肚子的程度会到100 你也可以设1000 就可能大得很夸张 好 那我们要抓这个值 来看看它到底是0还是1 1是按下去 所以我会用到控制里面的判断 那判断有很多种 那如果你是两种状态的 那我就选如果 否则因为它就是两种状态 有没有 所以如果按下去按钮 就是那个这个数字等于1的话 那我就大肚子 不然就回到正常的大小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大肚子放进来 这小肚子放进来 但是这个地方刚刚有讲 要检查这个有没有等于1 对不对 好 那就检查在哪里 在运算 这里有大于等于小于 所以我就拿等于出来 然后我按右键复制一下这一个 或是你从刚刚这边再找一个出来也可以 把它塞进去 然后这边就直接打等于1 然后把它塞到这个六角的里面 好 那所以我就在说了之后呢 把它塞到这里 你不说也没关系 说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所以你的程式就变成说 我小猫一边说这个数字是多少 然后一边检查它有没有等于1 那如果等于1呢 我的肚子就变大 那如果没有等于1呢 我就回复正常的肚子 然后再重新再检查 就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当我按日期之后 好 它就开始在执行 那我看 我按按钮按下去有没有 对 那个小猫就变形了对不对 我放掉 它就恢复正常 变形正常 变形正常 好 来换你